夏丰佳 他的脊骨 不知道是 我看好像有点点像辣椒 有点点像青椒的模样 老师他就说他的脊骨的部分 是不是有对到这个白菌病 是白菌病的问题吗 一般我们在看白菌病的时候 这通常是这样 就是尽量因为白菌病和异病 他都会有伯伯 就是说他如果钓到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他有在藏的地方 譬如说像这个鱼病 鱼病他也在 他宿度较高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有一个白色 在土壳面那里 他会稍微软软 有时候会冷 他会睡 今天暖 然后他的地方 他会冲水垂到的那种 你会看到他在肌骨的管顶 肌骨的管顶有一种白色 生股 生股 他通常是一点一点 就是说他哪种一个白菌 卡在管顶 那你如果是白菌病 白菌病他就不一样 白菌病他通常 他卡在管顶 捐 就是说一个 肌骨的肌骨的肌骨 这都有在肌骨的肌骨 这也会冷 那么大致上是 我们是这样去判断 就是说 那个形 他的这个外形 但是那都不符 看到那外形 就都不符 让你看到说 白菌病 这样 那就真的都黑了 所以一般我们通常是要做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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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菌病 通常 输得更严重 比较酸 输得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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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尽量就是说 输得更严重 所以 所以 山顶 比输得更容易 白菌病 白菌病会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 现在它看起来 也没有说 很严重 这个 反正 那么 疫病跟白菌病 我们尽量 有时候这两种 我们说 这两种 我们很难去分别 就是说 它的一个 这个 它的一个 这个部分 很难 比如说 那个病 你很难去 把它分开 比如说 我直接 这就是什么病 这就是 很准 如果要准 你尽量最准 尽量自己尽量 有时候 尽量的两种 因为这个机会很大 就是说 它会得到白菌病 的一个条件 里面 也很有可能会得到 这个疫病 有的说白菌病 较凉 这个疫病 较爛 好像听起来有道理 但是 对辣椒来说 还是甜椒 这个时间 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其实 都没有什么特别 反正 只要是湿度高 湿度管的时候 白菌病 疫病 尤其湿度管 这都很容易 很容易 来发生 特别 那是有漏风水气 那种 湿度 买百分之百 那种天 这就很容易 很容易 来这个 创生这种的油 所以 我们通常 用这个 扑美磷 还是胡多磷 这种东西 特别是这个胡多磷 去把他们 去修改 修改做一遍 这个处理 通常是有 白菌病 的这个情形 那么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说 我们用疫病的 这个疫病的 这个油 比如说像 达美磷 亚托敏 三佛敏 这种东西 这种 对这个 白菌病 对白菌病 有一定的 这个 这个 效果 就是说 我们在用疫若的时候 这种有 这个 这个 这个好个 但是就是说 治疗这个疫若 确实 有时候会很难 就是说 为什么说很难 因为它 不好治 所以一般白菌病 这个油跟什么 有关系 因为白菌病 它是 跟 这个 菌核 它的产生菌核 在我们水流里面 有一个 产生菌核 是什么东西 文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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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用 这种文枯 的一个 这个油 里面 我们在用 文枯 的油 里面 很多人 说我做什么 做什么 效果不错 有可能 他说我做文枯 油 做好 这个不是乱讲的 也是有 它的得力 所以 只是说 在我们 这个 这个油 必须要 比如说像 水流文枯 平 我们用什么东西 三佛民 对吧 那 这大概是 我们在很多 尤其 种子 因为经济 在处理的时候 它就用 这个 有的 去用这个 去处理 这个 因为万当 可能 是 不去用这个 它去处理 这种 这种 油 起来 它就更好 更好 管理 不然 有时候 它出桌 那时候 它也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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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到 这种 所以 通常 文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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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三佛民 可能是 很多人 拿它来 用 还有一个 文枯 文枯 很出名 很出名 四颗粒 这种 一普通 保利 美术 代克粒 什么粒 这种 这种 文枯 文枯 四颗粒 这种 它是拿来 用在什么地方 这种 当然 文枯 它在用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抑制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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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效 所以 他们定期 在水中 文枯 因为定期在那裡 就很好用 所以你再去把定期 这个素材 有时候 确实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困难 刚才我们说到 这些油 通常 因为你要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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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很有技巧 比如说 这些 甜椒 辣椒 什么东西 白粉病 也很严重 对吧 白粉病 也会去 用 碳区病 碳区病 更加热 后 就看到 拖牲 大家会比较困难 所以定期的时候 就会定期 带克力 得克力 这种东西 会定期在拖牲 所以你可以拿这些东西来用 拿这些东西来用 就是说 我们了解 这种白粉病 他的房子 用油 油 对白粉病的作用 这种处理 我们这样起来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用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 你在拖 说这么多 其实阿伯就是要跟你说 你不用这些 就去找什么 就一定要 有的说 白粉病炒起来 就有多年 到这个 这个 这个 扑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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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什么效果 都用过 其实你就可以用 刚才说到 这是什么力 对吧 什么名 三佛名 代克力 这种东西 本来在辣椒里面 他就是用 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 这个 炭曲病 有一个三佛 德克力 这个东西 你可以拿来 拖 脏头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拖脏身的时候 脏头 尽量把它处一下 尽量它 有什么要处 脏头 因为你已经有可能 是对 白犬病 有的人说 也就是异病 异病三佛名毛 所以你就用 三佛德克力 用到这些油 都已经不客气了 老实说 我告诉你 这种油 都已经很不便宜了 你如果不一定的 这个 如果不一定的 如果不一定的 就没办法 这些人说 阿玛滚生流 去堵到 不然这种油 如果不一定的 如果不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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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拖脏头 你去拖脏头 你去拖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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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它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 这些东西就是这样 一个做法 这可以让你 稍微做一个 这个参考 就是在应用的一个当中 这个通商是这样 有时候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多 因为就是 原因就是 因为人 人不去定义那么多油 每天都去定义 像在台湾要定义 我觉得很简单 所以这是一个 用油的一种油 有时候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的官吏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了解它的作用 所以你用这个来拖就会晒 我相信 你长头 如果到这种 政头 这个 个管理 如果没有 也是很奇怪 如果没有 拖散 没有 没有 这个 也很奇怪 为什么说 因为天气就是这样 所以 你说没有 我跟长头 有种控 我长心 很漂亮 这样就代表你拖油 你拖油很困难 但是拖油很困难 但是拖油很困难 就 困难不在重点 譬如说 现在我 校民过得很好 但是你长头 你长头 都没去接他 这个不行 所以大概是 这个得力 当然我是这样推断 但不是说你 不是这个批评你拖油很困难 你一定要了解 我们的意思 这有时候 这个 要跟你说清楚 这个原因就是 因为 在这种天气里面 像这些白犬病 这就很容易 这个 较容易来发生 这是一个 同僚团不成的病 但是 它也有可能是疫病 所以我们用的 它要选定 一定要 稍微注意 但是 我个人是很容易 白犬病的机会 稍微大了一点点 但是 你就是说 稍微注意这些长头 拖油的时候 稍微处理一下 看起来 也不是很严重的 但是 如果没有处理 也是会越来越严重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对着 这个 它的经格 经格的发展 通常 就发生这种事情 这让你稍微做一个参考 嗯 我要回港 只是 来 等 了 那 小 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